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单元 解析与枚矩 本单元一共有四个课实 第一课 解析算法及程序实现 第二课 枚矩算法粗探 第三课 枚矩算法程序实现 第四课 枚矩算法实例 我们首先进入第一课 解析算法及程序实现的学习 本课主要有三个内容构成 一 什么是解析算法 二 如何使用解析算法解决实际问题 三 怎样用程序来实现解析算法 那 什么是解析算法呢 同学们还记得这些例子吗 在第一单元 第三节课 顺序结构的学习中 有这样一个例子 在新学期开始 小明想要体验一下在网上自己购买需要的铅笔 当他在购物车中选择了商品和购买数量后 页面上立即显示出了总价 请大家思考 购物程序中的总价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已知的前提条件 铅笔的单价P 以及购买的数量N 经由数学表达式P乘N 来获得实际因支付的金额总价 然后 在第二单元 分支结构的介绍中 我们又举了一个例子 某文具店开业促销 同一商品买10件及以上则总价达9折 请已设计一个算法 输入购买的单价和数量 输出应付款 这里 前提条件是文具购买的单价P 以及文具购买的数量N 结果为应付款 根据购买数量的判定 当N小于10 由数学表达式P乘N 求得应付款S的值 当N大于等于10 根据数学表达式P乘N乘0.9 求得打满折以后 应付款向S的值 第三单元循环结构中 有这样一个例子 社区开展了一个为期三周的爱心捐款活动 每天都会收到不同金额的捐款 小申要帮社区设计一个程序 输入每天收到的捐款金额 自动统计三周的捐款总额 那么小申只需将每天捐款的金额X 通过表达式S加X 重复操作21次 将三周的捐款金额 全部累加进变量S中即可完成 对结果的求解 通过这三个不同的算法结构的例子 我们发现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能够找到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并通过表达式的计算 来实现问题的求解 这一类算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析算法 解析算法的关键在于 在前提条件和结果之间 以数学表达式中所反映的客观事物间的数量关系为基础 设计出合适的算法 在分支结构的单元课程中 我们曾经分析过 输入A、B、C三个系数 求一元二次方程的解的过程 接下来请同学们尝试 分析问题 寻找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和结果之间关系的表达式 已知的前提条件是 系数A、B、C 当B平方-4AC小于零时 方程无实数根 当B平方-4AC等于零时 方程有两个相等的实数根 它的根的数学表达式为 -2A分之B 当B平方-4AC大于零时 方程有两个不等的实数根 它的根的数学表达式为 2A分之-B加减根号B平方-4AC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什么是解析算法 那如何使用解析算法 来解决实际问题呢 让我们由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了解用解析算法 解决问题的过程吧 计算两个电阻 并联后的总组值 通过阅读题目 我们可以知道 已知的前提条件为 电阻值R1和电阻值R2 求解的结果是总组值 根据前面我们对解析算法的介绍 大家可以知道 找到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与结果之间关死的数学表达式 是用解析算法解决问题的关键 由物理学知识 大家可以知道 R1的倒数加上R2的倒数 再取倒数就能获得并联电阻的总组值 现在我们知道了如何根据R1和R2的电阻值 求解并联后总组值的解析方法 接下来我们再从信息处理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为设计相应的算法做准备 输入为 已知的电阻值R1和电阻值R2 处理过程 将找到的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 与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运算获得的结果 通过复制语句 复制给变量RZ 在书写复制语句时 请同学们注意 正确地表达式书写方法 输出为 变量RZ中的值 通过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问题的分析 我们发现 计算两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组值这个问题 能够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算法三种基本结构之一的顺序结构来解决 请同学们画一画 这个算法的流程图 算法开始 通过输入命令 输入电阻值R1和R2 根据我们已经获得的数学表达式 通过复制语句 将该表达式的结果运算出来以后 复制给RZ变量 通过输出命令输出 最后算法结束 输入处理输出三部曲 完成了用解析算法 来解决计算两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组值的求解 解析算法的关键 还是在表达式的确定上 如果把N个电阻并联后 它的总组值又是多少呢 N个电阻并联后总组值的计算 是一个将每个并联电阻的倒数 依次累加再求倒数的过程 其中 对于每个并联电阻的倒数的累加 需要使用循环结构来完成 将每个并联电阻的倒数 依次累加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当行循环结构来完成 由于电阻值均为正数 循环控制 可以用电阻值为0来作为循环结束的标志 在这里我们用到了两个变量 变量R是当前电阻的阻值 变量RZ是当前并联电阻的阻值 倒数累加之后的和 我们可以用当行循环 不断地对每一个输入的电阻值R 进行一个累加 累加通过RZ等于RZ加上R分之一来完成 这样 通过循环结构 就完成了对每个并联电阻组织倒数的累加 并联电阻的总组值等于RZ的倒数 输出结果时 必须计算RZ分之一的值 这样就必须保证RZ的值不为0才行 因此需要增加一个分支结构 当RZ大于0时 输出RZ分之一 否则输出无连接 这个算法的主要执行流程有 一个循环结构和一个分支结构构成 算法开始 先对累加器RZ初始化为0 然后通过循环结构 对并联电阻的倒数进行累加 全部累加完成以后 用分支结构进行结果的输出 最后整个算法结束 那么怎样用程序来实现解析算法呢 接下来我们根据计算N个电阻 并联合总组值的解析算法的流程图 用VB程序代码来实现相应的功能 先进行一个变量声明 这里我们用到了两个变量 R每个电阻的组织 RZ每个电阻的倒数的累加核 然后对累加器RZ初始化为0 中间空白部分的内容 即为用解析算法进行处理的过程 请同学们尝试着 把中间空缺的程序概码补充完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VB程序是如何来实现 计算N个电阻并联合总组值 这个算法的 首先输入第一个电阻值R 接着通过循环结构 对每个输入的电阻进行一个组值倒数的累加 我们可以通过辅值命令 RZ等于RZ加上1R分之1来完成这个累加的过程 累加值存放在变量RZ中 然后通过分支结构根据不同的RZ值采用不同的输出结果 当RZ大于0时 即用表达是RZ分之1来获得并联电阻的总组值 否则显示无连接 从这个例子中 我们发现解析算法的关键部分 可以通过负值语句来实现 但并不是所有的数学表达式 都能简单地用一条或两条负值语句来表示 之前我们求两个电阻的并联值时 可以用一条负值语句来实现 而现在讨论的N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组值 则需要多次使用负值语句 老师也编写了一个解决 求N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组值这个问题的解析算法的程序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程序的运行结果吧 输入电阻值0代表结束 那么我们输入第一个电阻值2 单击确定按钮 然后我们接着输入第二个电阻值 也是2 单击确定按钮 最后用0来表示结束 那么表示我今天只有两个电阻并联 这两个并联电阻的组值都是2 获得的相应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单击确定按钮 2分之1加2分之1 再取倒数 最后并联之后的总组值为1 让我们再来试试计算4个电阻并联后的总组值 4个电阻组值已经输入完成了 最后用0来表示结束 可以看到程序返回的结果是2 同学们 不妨你也可以算一算 看看老师编写的程序算得对不对 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今天的课程进行了哪些内容的学习呢 今天的课堂上 我们完成了三部分内容的学习 首先认识了什么是解析算法 然后 我们通过求并联电阻总组值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 分析了如何来使用解析算法解决问题 从问题的前提条件和结果中找到可能的对应关系 并用正确的数学表达式表示出来 这是解析算法的关键 最后 我们大家一起体验了 如何用VB程序来实现这样一个算法 在程序实现时 关键是表达式的正确书写 即用复制语句实现 经过前面的学习 我们来看看出租车的计费问题 下面是考察上海出租车收费的计费规则 设计算法能够实现 输入行驶里程 自动计算并输出车费 此过程中不考虑停车等候的费用 首先 我们要分析问题 并完成下列表格 通过分析问题 找出表示问题的前提条件和结果之间关系的数学表达式 用流程图来描述算法 最后请大家通过BB程序代码 编程实现相应的算法功能 通过今天的课程学习 同学们一定对解析算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内 与老师进行线上的讨论与答疑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节课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